嗨,大家好,这里是世界之最 每当我们着凉或者感冒后 都会经常喝碗姜汤来出汗去寒 以此缓解感冒症状 今天需要告诉大家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感冒都可以通过喝姜汤和出汗的方法来治疗的 而在有些情况下还会适得其反 首先感冒一般分为风寒感冒和温热感冒两个类 风寒感冒适合喝姜汤多出汗让自己舒服点 而风热感冒喝姜汤只会加重感冒症状 那么我们感冒了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不要满用抗生素 感冒后大多数人为了快点好 就会盲目服用消炎药 然而大部分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 服用抗生素并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因此最好根据自身情况 医生的指导下看是否需要服用抗生素 2.多休息 适当控制运动量 感冒后很多人觉得运动可以增加新疹代谢 能缓解感冒症状 可实际上运动量控制不当 有可能会导致血液流动加速 体内电解质失衡 从而引发更严重的后果 因此感冒期间尽量不要运动 多以休息为主 3.保持室内通风 通风不良的室内会有大量病毒 长期在家里不出门可能会加重呼吸道问题 相反在室外呼吸新鲜空气有助于身体恢复 所以在家里应该多开窗透透气 4.生病时不能不吃东西 感冒会使人体流失很多水分 因此要在正常饮食的基础上 注意多喝水 多吃新鲜水果 蔬菜 切记不要吃难消化 辛辣刺激的食物 没有充足的营养才能维持身体正常运作 从而增强免疫力 5.不要硬扛 有的人感冒了就胡乱吃药 或者觉得这是个小问题 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 如果感冒症状没有缓解 最好还是去医院就医 总的来说感冒了别盲目喝姜汤水 更不要乱吃药 要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